记者杨年杰台北报道,台湾老化速度惊人,预估2025年时,全台二成民众超过65岁,以老人照顾更老的人话题开始被讨论。 为减轻掌照人力负担,以号召全民尤其是退休高龄者接受培训成为专业照服员为宗旨的全民造服时间银行联盟,今天宣布成立,也推选出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担任理事长,未来将强力推展活跃老化携手供老。 全民造服时间银行联盟表示,透过以老照顾更老,不仅增加高龄者社会参与机会延长健康岁月,也实质提供更多掌照人力减薪掌照负担。 而未来将与民间企业,公益团体共设自助助人共同办理时间银行,协助会员完成120小时专业照顾服务员培训与实习,为团体成员提供照顾服务,服务过程还能将服务时数登陆银行,累计兑换奖励,让所有存户成员自助互助无后固执优。 全民造福时间银行联盟解释,时间银行在瑞士、日本等地已推行多年,最大执行困难在于不同服务内容的价值衡量,陪伴一小时与卫视一小时是否能等价交换。 因此目前规划将自助互助的服务时数据用于兑换奖励,而非等价交换,激励存户团体成员贡献时间自发性的互助互惠,以促真正落实成功,活跃老化的银发生涯,被推选为首任理事长的杨志良说, 他今年73岁,妈妈95岁,年轻老人照顾年长老人已是常态,完善的支持体系,才能让高龄者乐活,让子女减轻压力。 他也呼吁更多团体加入时间银行,共创携手共老互助共好,人人造福愈活愈好的新纪元。 全民造福时间银行联盟在台北一天福伦社,伊甸社福基金会,老五老基金会,芥菜总会,高龄化政策及产业发展协会,台湾基督教信誉总会, 拿撒乐人总会和台湾伊甸园全人关怀协会等单位支持下成立,也有许多民间组织响应携手共老计划, 自费完成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及实习,在安养护机构学习未失能,失智者洗澡,未失,坏尿布。